中国的号称练习生之神的 是有一个出名的演员叫张艺兴 在众多练习生中 凭什么只有张艺兴被称作是练习生之神 当看完他的经历后 才知道他的成功绝非运气 1991年张艺兴出生于湖南长沙 14岁参加明星学院的比赛 初出茅庐就获得了继军 17岁被SM公司选中 远赴韩国开启练习生生涯 在集结全球各国精英少年的公司中 张艺兴起初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个 C级的研制F级的业务能力 他的出道之路 注定要比其他人更为艰辛 于是张艺兴不分昼夜的拼命努力 老师要求练习6小时 他就会练到12小时 因为他深知 在这个明星横出的时代 如果不比别人努力 就永远没有出头的机会 为了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 他浑身上下绑着沙带跳舞 一次次的直逼极限 导致他得了很严重的腰伤 至今未能痊愈 而他的努力终究得到了回报 初次登上舞台的他大放光彩 出道第一年的专辑 就直接突破至20万左右 一举打破出道新人组合 最高销量的记录 随着EXO在韩国乐坛的逐渐走红 张艺兴开始受到更多关注和认可 然而队友陆寒 黄子涛吴某凡 相继选择退队回国发展 这时有很多人都问张艺兴 为什么还不解约 张艺兴则表示 如果自己离开了的话 这家公司今后可能就不会再培养中国学员了 那么中国学员在公司里面 将会毫无出头之日 之后张艺兴归国 SM公司专门为他成立大陆地区工作室开始 国内的各种优质资源 就像蛋糕一样朝他砸了过来 其中极限挑战就是典型代表 不仅为他奠定了回国发展的人气基础 同时也为他争取到了 各种宝贵的影视 以及综艺资源 极大的拓宽了 他在娱乐圈的发展道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